这可不是我说的 四个四个散打一群狗 来西双版纳这么久 一直都没有好好的拍过一次告状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近老是要我去给他拍小姐姐 他怎么就这么的肤浅呢 哎呀像我们这么肤浅 哦不不不像我们这么脸皮薄的人 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还得是九个出马呢 带了两根线椒 晚饭都不吃就出发了 这两天天天说要走要走 结果还是没有走 一个是到处都在疫情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有家 你们看一下太tm的夸张了 因为又要整了 所以赶紧加满 来得早了一点 天还没黑 先看看夕阳吧 九环的回头率绝对是百分之百的 西双版纳的黄昏其实非常的漂亮的 现在的景红白天开始有点热了 晚上倒是很惬意 郎昌江的水也越来越大了 就着我认真欣赏润落的时候 狂的一下来了两个小姐姐 算来就是一顿乱挖乱拍 完全没把我这个主人放在眼里 开玩笑的 他们问过我 然后还拍完说了谢谢 不知不觉要天黑了 这些都是去摆摊的人 开始灌溉咯 吃的喝的都挺贵的 还好我带了两个鲜酒 整个夜市都充满着九环的爱情与激情 欣欣色色的女男狗们让我一点都不行 又穿又跳的各路网红大咖 这热闹非凡的夜市又增添了一丝汗醋 九环也透露了他的温热下 不管我 你看他那哈那子比我留的还长 此时时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开始羡慕这条狗 我现在算明白为什么那些旅行的人都喜欢带条狗 原来他们不一定喜欢狗 但一定喜欢小姐姐 不像我 全都要 说了这么多一对废话终于要进入正题 正当我在一个粉丝哥们这里撑冰淇淋的时候 啵的一下跑出来两个野生小姐姐 你们还是听原声吧 哈哈哈哈 她干嘛啦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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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蹭一遍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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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时刻想搭一只狗 哈哈哈哈 哇 这个 哈哈 这是公狗吧 公的 果然 让你们体验一下十年其境的感觉吧 toughest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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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 哈哈哈哈 哎呀啊 哎呀 他干嘛啦 来来来 去换 这边 去换 去换 ос 哈哈哈哈 我天啊 你真是可怕你把你去摸 去攻摸吧 我呀 好啦好啦好啦 因為酒房太熱情 把小姐都嚇跑了 每次來告裝都不用吃飯 看我帶了兩個鮮蕉都還沒吃 因為可以大包眼后 回去我還在把拍的視頻給我那個朋友看 你們身邊有沒有這樣的朋友呢 好啦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拜拜